大家好,今天想大家講講 在台灣蔡英文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見面之後 中國大陸亮出第三招反制 原來是在廣州重源的習近平和麥克龍的會面 我們可以用毛澤東的矛盾論來看看中國現在的大國外交 究竟什麼是中國的主要矛盾? 中國的大國外交高潮跌起 蔡英文過境美國加州和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晤 是事前預知的事件 這件事件表面上是蔡英文發動 但是真正讓它能夠發生的其實是美國 大陸回應蔡英文訪美一早兩出兩招 第一招是在蔡英文出發之前 中國大陸和洪都拉斯在3月26日建交 令洪都拉斯和台灣即時斷交才送禮給蔡英文 第二招是安排國民黨的前主席馬英九 在3月27日至4月7日回大陸製造 蔡英文在美國西岸時間4月5日上午10點 即北京時間4月6日凌晨1點和麥卡錫會晤 當大家以為在4月7日的時候 大陸宣布制裁台灣駐美大使蕭美琴等人 是大陸的第三招大招 其實真正的第三招是習主席南下廣州 在4月7日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猶元 而這一招更加是一拳直接打在美國面上 大國外交的確重視體面也有精心鋪排 首先講時間設計 中華安排法國總統馬一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冯德萊恩 在4月5日至7日期間訪華 這個時間本來就是很巧妙 剛剛就是包夾著蔡英文和麥卡錫會面的時間 首先在各地新聞上就將蔡麥匯完全開割 中華和法國與歐盟的互動是影響世界的頭等大事 舉世關注 而蔡英文見麥卡錫在世界各地人民當中 就不是那麼關心了 因為對他們的影響相當有限 兩單新聞一比中華元首會晤已經搶盡風頭 再講潛台詞 中國搞外交淫私作對講究深層寓意 對手如果不是中國通是不容易明白的 馬克龍訪華第三天去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本營廣州 本來去廣州已經是一個設計 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對那個開放會繼續重視 而更加特別的是習主席專程南下廣州 再和馬克龍在廣州的重園舉行非正式會晤 兩個人一起庭園散步一起品銘並共進晚餐 習主席專程南下陪伴 本來已經是對馬克龍的禮遇 而這種莊圓散步式的互動 更加顯示中華兩國的關係相當密切 習主席的最後總結說 這兩天他們兩人在北京和廣州 最行則深入高質量的交流 增進了了解和互信 為今後中華兩國在雙邊和國際層面的合作明確方向 中方在重園安排對馬克龍奏的樂曲 更加隱藏了外交密碼 兩個人走到重園的白雲廳的時候 那裡奏起高山流水的琴聲 馬克龍聽得入神 琴手彈奏完筆之後馬克龍就問起曲名 琴手回應說是流水 習主席解釋說流水即是高山流水 千年古琴就千年絕唱 高山流水攀之音 是中國古代一個很優美的故事 是講余伯牙和宗子琦的故事 體現的是滋音 只有滋音才聽得懂這首樂曲 馬龍聽完習主席解話之後 要求長人員記下曲名 習主席還吩咐琴手 將這個曲目的典故提供給法方人員 高山流水是著名的成語故事 講述春秋時期 進國的著名琴師伯牙彈奏名曲 得到宗子琦的欣賞 引為滋音 中國為法國元首彈奏高山流水 第一層的解讀是中國引法國為滋音 以事兩國高水平的友好關係 中國好像密得滋音一樣 當然更深一層的解讀是中國奏出高山流水 在國際上沉密滋音 中國奏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曲目 而不是美國那種靈和遊戲的曲目 中國奏的是和平發展的曲目 而不是美國那種各強必罷的曲目 世界各國只要與中國理念相同 就可以成為之音 這次中法元首會晤 令人想到很久都沒見過 中美元首有這麼友好的會面 在去年10月中央二十大之後 習主席在11月14日 應美國總統拜登之約 在印尼巴黎島借國際會議之便舉行雙邊會談 這場是兩人首次面對面會談 表面上達至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年訪華之約 但其後 美國已與日本荷蘭達成的限制三邊設備出口的物約 來要脅中國就範 中國不吃這一套 布林肯訪華拉倒 美國有鬧出一個氣球事件 你為布林肯取消訪華找下台街 中美高層互訪就停頓了 連美國裁長耶倫和政務部長雷夢多 公開聲稱想訪問中國也未能成事 現在就連西加坡總理、馬來西亞首相、西班牙首相都訪華了 偏偏未見美國高官成行 由此可以看到中國的態度 如果中方事前沒有談出成果 高官見面也沒有意思 蓋中美兩國的元首見面後 美方照樣在芯片和台灣問題上搞中國 中國已經對美國不存幻想 直至最後安排到美方高官訪華 中國已經鐵定了心要自力更生了 對上一次中美元首比較接近的友好會晤 要講到2017年11月 那次是美國總統鄧普在上任台灣年訪華 而那次習近平主席雖然沒有安排 像這次和馬克龍那樣的重圓散步 但也在北京故宮博物館保穩留 和特朗普簡短查序 那次特朗普還交足氣憤 帶來他的外宣女阿拉貝拉六隻的視頻 向習主席夫婦問口 特朗普的宣女用中文背中三字經 唐詩、望盧山瀑布、祖法白帝成 也用普通話唱了歌 去到故宮國約廳 習主席就向特朗普介紹室內的陳切 在網頭上,一幅元代詩人畫家 黃緬的墨梅圖吸引了特朗普的目光 黃緬墨梅圖的名句是 不要跨人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 就在當時剛結束的中共十九大之後 習近平起身一屆中央常委 和中華記者見面時的講話 也引述了這兩句詩句 黃緬思作墨梅的意思是 梅樹並不需要其他人去跨許他的顏色 他在意的只是留下清淡的香氣 充滿在天地之間 黃緬只是梅然之 表達自己不妥協、不欠美、卓以不群的氣節 習主席向特朗普展示黃緬思作 其實已經明示 中國會用自己的努力 戰勝各種困難 讓中國的一團清氣 長久地黏滿在乾坤之間 一年之後到2018年 特朗普向中國開打貿易戰 恐怕在大半年前 習主席見特朗普的時候 已經起習主席如聊之中 所以那次會面 中國沒有展露太多的熱情 而當時中國已經預告美國 中國不怕困難險了 你要來就來了 其實2017年 中華元首最後一次 給一個輕鬆會晤的場景 和今次中華元首的會面 給一個墨梅圖的詩句 和高山流水曲目的寓意 就可以看到中國傳達的外交密碼 中國的話不只是說給美國聽 法國聽的 也都是說給全世界聽的 你如果要跟中國為敵 中國不怕 你儘管來吧 你如果要跟中國做朋友 中國的大門正在打開 正在等候之音到來 第三 也要講講中華元首會面的實質成就 如果講做生意 包括空中巴士 就宣布跟中國航空器材集團公司 簽署了160架空中巴士的 批量採購協議 其餘包括150架A320系列的飛機 和10架A350-900廣體飛機 空巴也會在天津建設第二條生產線 托展A320系列飛機的總裝能力 目前空巴在全球 共有4座A320系列飛機的總裝設施 分別位於德國的漢堡 法國的陶勞茲 美國的莫比爾 和中國的天津 空巴天津廠將會大幅抗產 美國波音看見這個消息 恐怕只能夠望白宮而輕嘆 而中國的船舖集團亞人公司 也與法國達飛海運集團 起北京簽訂協議 法國向中國訂購16艘超大型貨櫃船 金鴉高達210億人民幣創下了中國造船業 一次性簽約貨櫃船最大金鴉的紀錄 韓國總統尹錫月和拜登走得近 南韓船廠就要付出代價了 如果講軍事合作 中法兩國就同意深發戰略問題交流 特別是深發中國人民搞用軍 南部戰區和法國軍隊 太平洋海區之間的對話 交強兩國在國際和地區安全問題上的相互理解 沒有軍方一直想和中國建立高層對話 搞來搞去搞不到 反而法國就搞成功了 如果講烏克蘭問題上的合作 中法雙方就支持一切在國際法 和聯合國憲章中止上 恢復烏克蘭和平的努力 估計未來中法兩國會推動俄烏對話 和爭取暫時停火 當然這次中法元首會晤 更大的實質意義在於推動中歐關係 止跌回升 中法兩國在聯合公佈中說 中國重新致力發展中國和歐盟的關係 推動在戰略問題上凝聚共識 積極平衡促進經濟合作 法國作為歐盟成員 將他為此作出貢獻 可以這樣總結 這次中法元首高規格會晤 中央達到聯歐、抗美、押台 一戰三彪的目的 至於對付台灣 大陸的第四招是對蕭美琴等人的制裁 而第五招就是軍演 當麥英九和馬克龍4月7日一離開大陸 解養軍東部戰區就宣佈 按照計劃在4月8日至10日 連續三天在台灣海峽 台島北部、南部、台島以東的空域 例如法國呢? 我就用毛澤東的矛盾論作答 毛澤東在1937年提出矛盾論 認為矛盾有普遍性 就是矛盾存在住在一切事物 由始至終的發展過程當中 而矛盾也有特殊性 需要具體分析 為了解決問題 在這個矛盾當中 應該抓住主要矛盾 引用矛盾論 到如今的國際關係中 對中國而言 從其心片和台灣等問題上 已經看到 不能夠對美國再存有幻想 中美矛盾是中國要面對的主要矛盾 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矛盾 都是次要矛盾 所以中國要團結一切 可以團結的力量 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 和主要矛盾作出鬥爭 從這個角度而言 中國在歐洲拉攏法國、德國、西班牙 在中東拉朗沙特和伊朗和解 在東南亞拉住馬來西亞、新加坡 約束給美國起軍事基地的菲律賓 都是在建立國際上的統一戰線 和美國的主要矛盾鬥爭 所以在澳洲換了莫里森政府之後 即使新政府繼續維持 和未應建造核潛艇的協議 中國仍然和歐洲新的 亞爾巴尼斯政府改善關係 反正澳洲的潛艇 即使真的起好 都要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還未鬥爭 不用十年已經分出勝負了 所以我們對這個國際鬥爭的大棋局 要有更深層次的了解 另外在石油塔的示範評 我會講到華為創辦人任正非 以至內地的官媒都強調華為不能夠造車 其實從華為不造車這個決定 已經可以解讀到華為未來發展的前景 以及國家重要的科技政策 歡迎訂戶去石樓台收看 大家好!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